八十年代老照片,突围春节时的某个县城,上厕所的人排除了几十米远,人群非常的拥挤,上个厕所真的是必感及还热闹。 现在很多的大城市都有免费的厕所,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。 八十年代老照片,突围一群中学生在上体育课,看得出来他们在跳远。 当时很多男生最喜欢上的课就是体育课了,因为可以让他们一展身手,在女生面前诛下风头。 八十年代老照片,突围一群通奸犯人,被捆绑的游街。 在八十年代严打的时候,童奸也算是流氓罪的一种了,罪行还是很大的,会被枪毙。 在枪毙前都会让万人游街,让大众看到,已是警戒。 八十年代老照片,图了一群人在屋内同看一台电视,有大人,有小孩。 在八十年代,很多的村里都没有几台电视,他们只能聚在一个小小的屋里看,屋内会摆放很多的长凳子,这样一屋占地方。 虽然在这样的条件下看,但是人们的依然看得津津一味,目不软晶,毕竟你有电视看就不错了。 八十年代老照片,图为一家三代在春节时候,花生笑语的包饺子,看他们应该是包了不少的饺子,包多点过几天,得挺亲戚来家里吃饭。 八十年代老照片,图为八十年代的春雨,那个时候上火车真的是体力活,没两把刷子的,很难等上去。 因为很多人都不爱正常秩序入座,而是翻窗子上车。 checked out of theuta,转发烈箱子上转身。 您好,您好,您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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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好,您好,您好,您好 您好,您好. 您好,您好,您好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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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